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闻报导 今天是11月7日星期二 现在的气温是25度 外面是多云间不中天阴 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 短暂时间有阳光 日间干燥 最高的气温是29度 吹和缓的偏北风 离岸偶中吹强风 夜晚会有一两阵微雨 天文台亦指出一股东北的季后风 会在今日和明天影响广东沿岸 所以风势较大 另外在下星期时气温会再慢慢跌下去 跟大家看看新闻 在青衣发生了致命车祸 酿成了一死一伤 在凌晨4点的时候 一架电单车在青衣沿着船厂方向行驶 当驶到青衣东北公园对开的时候 突然之间失控自炒 撞到路边的灯柱之后 电单车司机和乘客倒地 意外当中 男司机重伤昏迷 经过救护员到场的检验 证实了他已经身亡 至于女乘客重伤 由救护车 送到马加烈医院治理 涉事的电单车是挂有P牌 根据香港的法例 你驱驶P牌的话 其实就不能再客气 警方也到场去封锁了现场 距离现场数十米发现了一个头盔 现场可以见到电单车倒在灯柱旁边 灯柱也是被撞歪了 据了解 涉事的电单车车主 例如姓吴23岁 他在上月30号取得P牌 在今月2号出牌 然后新车落地了 仅仅第六日的时候 已经撞车 人都走了 这些人算不如天算 拿着P牌 还要再客气 最后弄到自己都走了 下一单新闻 天水围一间有宗教背景的中学 有一名男教师 被指在今年4月 带团去长春交流的时候 涉嫌骚扫多名女学生 有关学校的Instagram secret 帐号 即是一些秘密匿名的学校聊天区 在今年5月起 发布了多条 即是关于长春骚扰风波的投稿 这一名男教师 在长春最少骚扰了4-5名学生 包括摸手、摸背脊 以及叩咐脱底的行为 另外投稿也说 涉嫉的男教师 在言语上轻视学生 例如谈及三级片和爱之病等等 校方如何处理这件事 不是解决问题 是解决问题 是解决提出问题的学生 就说 总之 你谁提出这件事 就会好像被学校 当是你做错事 审犯地去审理 另外 有学生 希望有教师之下 去陪同会面 但是也遭到拒绝 最后这件事就开始闹大了 教育局都说 会正在按着既定的程序去处理 这一名的男教师 直至到现在 都没有接受任何的惩罚 只不过是说 这一名的男教师 就不需要再带领任何的课外活动 又或者是非课程的活动 其实如果你不炒过男教师的话 对他来说更好 就是说又不用带颇外活动 爽得爆了 不过现在件事闹大了的话 我相信就是说 应该会做事的 如果牵涉到刑事的话 随时以后就没得做老师了 下一单新闻 旺角就发生了刑事毁坏案件 在昨天的下午5点 有交通督导员在上海街的627号对开 票控为例车辆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了一辆白色的私家车损毁 四驱车才对 同时也有图人报告事件 警员就接报到场了 发现了四驱车就全车的玻璃都被拨爆 车尾的地面就留下了两把锤子 于是就通知车主返回现场去坐查 被破坏的车是平置G63型号的四驱车 根据官方网站显示 每部车的售价去到314万 现场消息就说 车主在下午2点多 拍低部车去剪头发 估不到就被人破坏 这个就不是这么简单的爆洩 因为是说每块玻璃都和你打烂它那种 不过打横打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些靓车玻璃特别厉害呢 所以那些玻璃是起了蜘蛛网 但是没有被人打烂的 不知道是得罪人 还是别人说一看就见你的车 值钱想偷你的车或者偷你里面的袋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何依庭 即是无线的艺人 29岁就宣布结婚 同老公在巴黎那里就拍婚照 巨型的钻石戒指就相当之抢眼了 其实何依庭就等于靠TVB 终于拍到个好码头了 因为他几年前都做过一下 不知女一女二 但是之后都没什么发围 所以现在直接找到人接盘 其实对他来说 他已经成为了人生赢家了 当然对于无线来说 我又少了一个29岁 即是相对年轻有栽种价值的女艺人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藏室这件事 由法国 爆到英国 再爆到韩国 之前都跟大家说过 在韩国很多地方 首尔 人村 那些地方 都会爆发藏室的 很多的公共地方 都惹事了 首尔政府 是紧急调拨了大约300万港元 去进行应对的 这件事大家不要当不关自己的事 因为韩国一向都是香港人热外旅游地点之一 有灭从专家便表示 其实旅客的行李行李箱上面 特别是轴超让的 很容易是床有室的 所以随时就是说 会随着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 这些床室 是会送到来香港的 有专家教路 住酒店的时候,不要拿完所有衣物 平时都要处于拉拉链的状态 这个真的是一个提醒 因为我以前是说,去到酒店的时候 一定是打开背囊,打开行李 直到真的退房,离开那一刻才会关上拉链 如果在韩国的话,可能睡一晚 室已经跳入袋子 到时,连袋子也不需要 特别是说,如果观众们有子女去完韩国回来的时候 真的要认真跟她说 你确保自己没有藏室才能回家 你不要累大家 因为到时全身痕的话,大家睡不到 大家抱着一起惨 好了,下一单新闻 香港的树仁大学 将会在今个月的27号 举行第49届毕业典礼 其荣誉博士学位的班寿仪式 卫生署的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主任 张竹军和立法会议员 眼科名医林顺潮 一同获得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总之就是说,肯定了这两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 张竹军连续72天主持疫情记者会 甚至乎张竹军在中间这一段时间 丧夫也好,他仍然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工作 所以在这方面,张竹军也是一个很值得尊敬 而且我认为他是绝对拿得起这些荣誉学位的人 好了,下一单新闻 伊丽莎白医院的发言人在昨天公布 这间医院的外科病房 再有多两名的男病人 带有耳念珠菌 患者分别是59岁和67岁 并且无感染症状 现时病人情况稳定 其中一名的病人仍然留意 现时接受隔离治疗 另一个人已经康复出院 一间医院有这些菌 其实很麻烦 医院都要做很多额外的事 甚至乎是派追踪小队 到处去验一下哪一道才是菌的来源 最重要是不要太多人出事和中招 好了,下一单新闻 海关侵破了历来最大宗的繁运固体非法药物案件 在一个从墨西哥运在香港的海运货柜中 减获1.1吨非法药物 市值6.4亿 经过十天的全天候监控遞送行动 包括贩毒集团骨钢成员在内 有三男一女被捕 海关说这些人不惜公本 将这些非法药物扮成背壳的形状 然后混入到大量的真背壳中 企图如目混珠 增加了海关的执法难度 但依然被海关侵破到这一宗案件 令到这些集团需要付出天文数字的沉重代价 大家想想6.4亿 是否相当可怕 由于这个量太多 所以平时海关开记者会 都信得过记者 都不会持枪、当你是犯 但今次由于量太多 是说超多超多 是货物围住大家多的时候 是说很罕有地 要像派戒款员那样 拿着长枪去进行戒备 下一宗新闻 劳工署将在11月8日和9日 在深水堡的西九龙中心 举行为期两天招聘会 合共有40间机构参与 将提供2600个不同行业职位空缺 当中89%属于全职空缺 大部分月薪介乎13000至21000 很多行业都有 工程师、会计主任、高饼师、裁讽 调酒员、程式员、文员 总之有很多 如果你有兴趣有需要 可以明天和后天留意一下 招聘会的时间是 早上11点到下午5点半 每天下午5点就会截止入场 地点在西九龙中心 我想西九龙中心不用我特意说的地址 你认识就认识 下一宗新闻 北部都会区的新闻 原本位于粉领的傻妈流浪猫狗之家 去年就因北部都会区当中的土地糾纷而被迫迁 导致有些议员关注 应该都要在新的北部都会区去规划土地 给一些有意愿的组织去照顾流浪的猫狗 亦都说社会要多些去关注流浪动物的议题和话题 这个就看政府到期时如何去处理 好了 下一宗新闻 消息指房委会想着在年底公布 是重建彩虹村 即是等于我附近的地方 因为我读过那间中学 其实附近就是彩虹村 也有不少同学住在那边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出席立法会的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时 房委会正在规划重建清拆17000个住宅单位 和4800个工厂大厦单位 预计重建后可以提供大约32000个住宅单位 大家都知道厂不穿的楼其实不高 但是如果你清拆了它的话 你到时重新再建设 就可以去到三十几四十层楼高 到时又可以多些人住在那里 和彩虹村都是一个很正的地方 其实何谓正呢 很简单 你附近有地铁就是正的了 当然你不会及鑽石山那么正 因为鑽石山是接近屯马线的嘛 但是彩虹只要你有地铁站在附近的话 你的地方都是抢手的 不过最担心就是说 好像我这些单身人士的话 排到怎样都肯定排不到的了 所以就算你说它最后重建 用了十年时间也好 可能彩虹村也不关我事 当然我当然期望就是说 十年之后 井仔已经40万订阅 跟着一天赚万多元 到时买什么楼都没问题 不过这些 奢望一下就算了 也不敢对自己有太多要求和期望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改制之后的首次区议会选举 将会在下个月举行 参选人是需要拿到三会的提名 有长洲复合王之称的郭卓坚就说 你要人去拿三会提名 其实是违反了基本法 所以他就在昨天向高等法院 申请司法复合 要求法庭是颁令取消这个规定 申请人就是郭卓坚 答辩人就是特首李家超 还有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曾国慧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不过他又不是申请法援的话 其实就算你说真的给你打 你的钱你打了多少课 可能你连找个律师都没帮你出庭 只是谈谈案情的时候 你都不够钱给了 所以这些人纯粹搞砸头 就算你说官给你打这场官司也好 他随时就是申请取消 他真的没钱 下一单新闻 元朗就发生了三级火警 在今天凌晨凌时十四分 消防就接获多个报案 指在白沙村附近一个车房突然之间起火 以及传出爆炸声 消防接报就趕至现场 经过评估之后 认为有必要是增援的 现场指挥官 就在凌晨凌时的四十九分 将这一场火就升为三级火 火警仍在破咎中 据了解消防、街坊、警员 在现场先后就救出了四只狗 其中一只狗是车房所自养的 另外三只就是附近的居民所养的 涉事的地方是一个单车公司所拥有的 楼上是一个货仓 恐怕长火一烧 烧到所有东西都没了 下一单新闻 在沙田的九套山凌晨就发生了火警 在今日凌晨两点中消防就接获多个火警报告 指在九套山的丽平路33号的一个屋苑 有单位起火 消防就到场将火撲释 事件当中就有一名住户吸入龙烟不息 需要由救护车送院治理 消防也疏散了五十名居民 去到安全位置暂避 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 下一单新闻 池云山池政村一间护养院 发生了集击案 在昨天晚上九点十七分 警方接报 护养院有人争执 期间有人施杀 警员趕战现场 以集击至造成实际身体伤害 拘捕了一男一女 其中一名男子的头部和手部受伤 以及女被捕人 分别由救护车送到伊利沙巴医院治理 现场消息指 被捕的男女年约六十多岁 警方在场调查后 相信事件不涉及用刀施杂 正在了解两人打架的原因 不得不提前日李国伦的影片 即是用约束医的影片 其实我想说 有些观众很幸运 他未住过老人院 他暂时家人也未需要照顾老人家 自己也没有做过医护这一行 所以我看到有些留言 得罪说句 我觉得是极度无知 没有任何论点 平拍一句 总之你要用这些约束医 鎖着老人家 你就是不忠不疑不孝 我只能够说得出这些说话的人很幸福 因为他们这一世 应该都未照顾过有问题的老人家 所以他们才可以这么轻松 去说得出这些说话 其实对于这些护养院来说 有时候男女之间的争执 有些人不是真的身体控制不了自己 他控制不了自己思维的时候 就算有时候你看到他正正常常也好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病发的时候 都会这样去襲击人 一看到这些新闻 就告诉大家 这些约束医的重要性 是确实在 你不能单凭一句 总之你用约束医 不忠不孝的垃圾 我只能够说 你喜欢说我不忠不孝 不忠不孝 不过我一看到 我就知道 应该是没有照顾过老人家的人 巧起雙手 才这么轻松地说到这些说话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将军澳的坑口 在昨天早上 发生了 吊臂车撞桥的意外 在昨天早上10点06分 一架吊臂车沿着培城路行驶 期间怀疑吊臂未有收好 接连撞到南风广场 和代理街商场行人天桥 桥底大约有4米1米的组件被撞烂 散落一地 有途经市民听到巨响报警 接着到下午4点的时候 商场负责人也再度报警 要求警方违封现场协助维修 有些人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时见到就说 未收好吊臂 然后大声 然后裂了一声 以为是撞车 吓到自己的心 来了一来 吊臂车司机 到时这些就有时间赔 都不知要赔多少钱 这样撞一撞 随时就问你拿回三四十万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在2号 刀破了一个车内盗窃集团 拘捕了9名男子 包括巴基斯坦瑞的男子 总之又是那些偷车 不在这里就说太多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早上11点46分 警方接报就说 一名男工人 在新油麻地被封堂 对开400米海面上的一艘船 就怀疑是从3米高跌落船 这一名男工人就陷入昏迷 消防和救护人员就接报到场 并且出海救援 这一名男工人 其后就被送回岸上 由救护车就送往港华医院抢救 可惜在下午1点20分就证实不止 警方就表示 死者是一个58岁姓王的男子 经过初步调查 相信他在上纸工作期间 意外是从一个3米高的甲板 就跌到船舱 投售商就昏迷 同事件撞着报警 目前死因就有待验尸去进行确认 下一单新闻 又有那些非法人士入境香港 在昨天的早上8点49分 警方就接驳图人报案就说 发现在沙头角乡的南冲村 有7名可疑非华裔男子 就怀疑他们是非法入境者 其中有部分人士乘搭的士离去 警方就接报到场 在的士上接驳了4名非华裔男子 事件仍在调查中 不知为什么 每个人都跌倒过来香港 好像觉得香港真的有金汁 可能过来后又说 我是难民 我要难民申请 我要拿你食物卡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早上8点半 在清朗公路往泉湾方向近大滥隧道管道口 发生三车相撞意外 涉及到电单车、私家车和中型货车 其中电单车司机倒地受伤 现场消息指 司机的左手和左脚受伤 白色的背心也满了红跡 最后送到马加列医院治理 幸好最后没有太大额 不过受到交通意外影响 大滥隧道九龙方向入口的快线和中线一度封闭 上指的交通曾经滞失 当然来到现在 什么车龙都已经消失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早上8点15分 警方接报指 一架私家车 在荃湾全錦公路近着木棉下村 撞到一名女徒人 她清醒被送往马加列医院救治 警方指 30岁姓李的司机 驾驾驾驶车时 怀疑是撞到正在过路的50岁女子 她头、手和盘骨亦受伤 有消息说 这名女徒人乱禁过马路 大家就知道什么事 在一些相对山卡拉的地方 再乱禁过马路的时候 车真的收制不及 爬一声便会撞下去 下一单新闻 根据央视报道 在昨天晚上7点40分左右 在黑龙江的佳牧斯市 有一个体育馆发生了倒塌 楼体是两层高的结构 总之就倒塌了 在现在这一度的时候 在香港 大家还是觉得很热 甚至可能就是说 我要开冷气 但是在东北那边 在这个体育馆的顶部上面 已经有一层厚厚的积雪 可能就由于积雪的问题 诸如此类 所以是导致整个体育馆塌下来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今年的1月1日和7月1日 澳车不上和港车不上 措施正式实施 港澳两地的车辆 可以在申请之后 经过港珠澳大桥 就前往内地 方便了港澳居民自驾游 在11月6日的时候 广东省大湾区的相关主任 就表示 在今年以来 北上港车 那些车辆 已经超过100万架 相当之厉害 我自己也有些朋友 其实都抽了很久 最后就抽到 然后就很开心 很自豪地 验着一辆车上去 整辆车的也有 然后装油的也有 总之 也有不少香港人 是很喜欢 港车不上自驾游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 在11月6日 即昨天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表示 他就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会晤当中 提出地区需求的和平和安全议题 总之就是这样说 澳洲的总理就已经见了我们习主席 希望之后 中国和澳洲之间的关系 就不要闹到这么僵了 无端端又说那些什么木炭禁令 牛扒禁令 红酒禁令 最好就不要搞那么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内地的封面新闻在昨天的报道 日前有多方的讯息员就透露了 电子游戏直播平台斗鱼的创办人的董事会主席 兼行政总裁陈绍杰近日失联 最后亦都证实了 这个人就真的失去了联络 究竟这个人是因为什么事 所以被人拘捕了 暂时都不知道 这些人就39岁 相当年轻 身家最高峰的时候超过100亿 因为斗鱼这些直播平台 其实我以前都有看 这些直播平台去看人打机 不过现在完全没有时间 所以才放弃了 看到斗鱼平台的创办人被人捉了 我自己都打了个疼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什么偷税 逃税 又或者又是和其他贪腐有关的问题 好了 最后一单新闻 尾巴冲突就已经维持了接近一个月了 联合国18名机关首长在11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基于人道主义 麻烦你停火 其实联合国18个机构一起发声明 这件事是相当罕见的 但似乎以色列那方面仍然没有想过停战 好了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不知为什么 这个11月头头都碰着黑了 观看数都跌了很多 不过不要紧 继续努力 最紧要有你在陪着我 好了 来到这里 我们就稍后再见 下咱先拜拜